埃及国家电视台称,坦塔维的职务被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尔西萨替代。 武装部总参谋长萨米·阿南也被要求退役。 莫尔西还任命法官马哈茂德·马基为副总统, 令他成为埃及30年来第二位副总统。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下台前曾任命情报机构主管奥马尔担任副总统。 莫尔西的举动震惊外界。 本月2日,埃及新总理甘迪勒公布内阁成员名单时, 还称坦塔维将任国防部长。 坦塔维从1995年起担任武装部队司令, 穆巴拉克下台之后, 坦塔维以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身份, 成为埃及事实上的领导者。